刚刚里面有一个问题 我就听得特别仔细 说这个 他的钱不给我花 给谁花呀 是吧 你问的问题 我来回答你 他可以给他前女友花 因为你的前男友 就给了他的前女友花钱 所以他是不是也可以呢 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你跟你前男友的 这个金钱关系 是不对的 对吗 嗯 对的 好 还有一句话 我听得特别扎的话 赵山老师问说 哎 你怎么不要 天上的星星呢 天上的星星没有用啊 听起来是一句玩笑对吗 但其实这是你的一个 很重要的人生观 就是我交友 我认人要有用 你对面的这个男生 当时你追他的时候 对你来说 就是有用的 帮助你走出 上一段情感的困惑 有用 给你发通告 有用 前男友 借钱有用 追我的男生 跟我闺蜜 一起出去玩 有用 其实我听到这段对话 我是不舒服的 你们都很年轻 一个27岁 一个23岁 我希望在青春里 让我们看到 纯粹的爱情的样子 你老觉得他孩子 没长大 其实吧 你才是孩子 你没长大 真的 天真的是你 事实很明显 你觉得他是跟 别的男生 有界限不清 其实他不是界限不清 他非常清楚 自己要做什么 和想要什么 我建议你 能够好好想一想 他为什么身边 有那么多的哥哥 然后小女孩 你很可爱 但我不喜欢你 真心实意 我不喜欢你 你没有对爱人的善念 没有对人的尊重 没有对爱的尊重 而且你把这一切 都当得理直气壮 我非常非常非常地 不喜欢这一点 因为我们会认为 你爱了我 你为我付出那么多 至少至少至少 我对你要有尊重 但是我看不到 或许对于你来说 在你的圈子里 你交往的朋友 这些事情 会让你觉得 那是合乎逻辑的 那是顺理成章的 但我告诉你 那不是的 我们做人 要有基本的善意 要对于别人 对自己的付出 要有基本的尊重 我希望我今天 这段话 你能听进去 我相信对于你的 未来的人生 因为你今天才23岁 我不希望你将来 会侮辱歧途 如果你今天能听懂 我这段话的话 我希望你可以脱离 传导给你 不正确价值观的 那么一个圈子 好好地去做一个 真正的善良的姑娘 善良比可爱重要多了 今天女孩呈现出来的 确实不够尊重 但我想跟男孩说的是 其实你在一年多 和他相处的模式当中 也激起了他的那一面 你特别希望 自己是一个 特别顶天立地的男人 去呵护一个女孩 所以你无限地包容他 无限地宠溺他 让他可以不尊重你 让他可以把他心中 那些看起来不美丽的东西 在你这里无限地放大 他觉得 这有意思呀 我跟我这干戈出去吃顿饭 你看我男朋友 跟我嚷嚷半天 不是还离不开我吗 你的这种行为模式 其实也害了他 如果你能正确地 处理你们之间的问题 他可能会更加地约束自己 但你没有啊 你还在刚才回答主持人说 啊是啊 我的钱就是给他用的 他岂不更肆无忌惮 所以我觉得 你也应该反思一下 如果你真的想呵护一个女孩子 你希望在情感当中 做一个引领者 你的方式是错的 我想跟女孩子说的是 何希和三毛的故事 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看过他的书没有 何希问三毛说 你想要找什么样的男人 什么样的丈夫 三毛说 我想要这个男人 有大房子 我想这个男人 可以给我很多好吃的东西 可以给我很美丽的衣服 那何希说 我没有钱 我没有大房子 我也给你买不了漂亮衣服 怎么办 然后三毛看了看 他说 如果是你的话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我还可以一顿 少吃一个馒头 这叫爱情 你明白吗 我们要保有一份纯真 那个叫爱 我们要保有一份 无私的付出 那叫爱 我相信你是个有爱的姑娘 也希望你把最纯真 最善良的一面 展示出来 因为只有我们真诚了 才能收获真诚的爱情 好吗 祝福你们 谢谢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什么孩子来着 就是爱一个人 就应该把他宠得跟孩子一样 你也说了 像一个孩子一样 还不是孩子 对吧 如果要是真是个孩子的话 那怎么可能结婚呢 孩子是不可以结婚的 说把女人宠得像一个孩子一样 那是男人内心的愿望 但毕竟还指于是像孩子 而不是真正的孩子 第二 人是要知道什么事是丢人的 什么事是脸上有光的 你懂得分清楚吗 看下来你是懂的 低下了头就有作用 我最讨厌有一种人 把自己当成一个小孩 来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光彩 他以为如果把我当成了小孩 我就可以耍赖 我们今天就看到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生 非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 让自己的男朋友 容认自己身上所有的缺点 所以今天对你来说 是重要的一刻 你不是孩子 抬起头来看着我 也不要老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 如果有哪个男人跟你说 我一定把你宠得像个孩子一样 这个男人一定不可能跟你白头到老 那都是逗你玩的 听明白了吗 其实你跟这个妹妹在一起的生活 你将来是扛不起的 你非但在物质上扛不起 同时在认知的引导上 你也没有办法去引导她 事实上人家比你聪明多了 咱们能不能本本分分的 找一个懂得疼你 能够给你过日子 花时间不那么大手大脚 没有公主病的女生 可不可以 你找那样的女生多适合你啊 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 找一个过日子的女人 好吗 你不用担心她 其实她都明白 她能成长的 你不用担心她 你担心担心自个儿 听明白吗 好 就这样啊 女生 不能这样啊 凭什么她就给你花钱呀 平白无故的 你给我点钱你给吗 那别人给你就敢拿呀 你不懂吗 以前没人跟你说 今天可四位老师都跟你说了啊 咱们不开玩笑地说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 特别特别特别地严重 如果你一直这么生活下去 最后最吃亏的就是你 因为你觉得 你可以掌握男人 其实压根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能改吗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 请关门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选择 请关门 我是这么想的 既然这道感情都这样了 他不愿意改的话 那就像老师说的 我找一个真正懂我的人 那你跟他说再见呀 跟他说 对着镜头跟他说 拜拜 有点底气 再见了 好好找你的真爱去吧 谢谢你 请回 我觉得如果能够点醒 一段爱情当中的某一方 让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走 那一切也就值了